这道2014年的算法大题 那么它考察的就是数 在10年的408历程中 一共考了8年的现象表 两年的数 其中14的 14和17年考的都是数 17年的要题是用一个中序别例 那么这道题呢 它就是用一个前序别例 所以在408的题目中 如果出现了有关于数的 它的思维上应该来讲 不会设置的特别难 它就是基于前中后三种变例 当然是地规方式的变例 然后中间加上某些语句 就能够达到完成题目要求的 这么一个最终目的 那么这道题 它提出了一个概念 叫做带权路径长度 是所有页节点 注意是所有页节点的 带权路径长度之和 那么带权路径长度 这个对于某个 比如说是这一棵树 对于其中的某个节点而言 它的路径 所谓路径也就是它的分支 比如说这个节点 这个节点它的 从根节点走到它的路径长度 那就是一 因此它的带权路径长度 就是一乘以它的这个data 乘以它的这个值 那么这两个呢 从根节点走到他们 走到他们这两个页节点 都需要经过两个分支 这是一个两个 所以它们两个都是 二乘以相应的 它们的这个 节点的这个保存的数据这个值 那这里它说带权路径长度就是 所有页节点的 那既然是所有页节点的 那我们就不考虑中间的一些 一会儿只需要判断这个节点 是不是页节点就可以了 那这个题 它采用潜虚便利的方式 也是写成两个函数 这个函数专门调用用的 我们暂时不需要看 只需要看 里面的这个 就被调用的这个 被调用的这个 它 你作为 要记录它的路径长度 那肯定是要有一个deep的 这么一个变量 并且 进入根节点的时候 这里deep肯定是零 没有走过什么分支 根节点是相当于 根节点的这个deep是零 然后第二层 也就是根节点的左右孩子 他们都是经过一个分支 那么就是一 里面都会加一的 这里用的一个static static的int 这是一个静态的局部变量 那么我们知道 静态局部变量 它和全局变量 是存储在同样的一个空间里面的 因此 它就在这里 你可以视为全局变量 它的值是不会被修改的 就是你在不停的 不停的低规调用这个函数的时候 这个wpl 我们设置的这个wpl这个值 它始终是保持的 就是没有 每次没有把它重新定义成零 它始终是保持那一个wpl在变化 好 然后 作为 业界点 如果它是业界点的话 那么我们就需要计算一下它的这个 这个义符呢 是判断它如果是业界点的话 那么就需要把这个wpl给 垒加上 垒加上一个值 那这个值就是 它的路径长度 乘以它的这个 它界点里面 因为这个给出了 上面这个图中给出了 节点的数据类型 数据类型这个图例 当然这第二个人让我们写出它的 数据类型定义 这个就比较简单 那个代码就不放在这里了 那么就是 Deep称义这个weight 就是 就是这一个节点 它的代券路径长度 那么我们没访问到一个 业界点 就把wpl给加上 当前这个业界点的 这样 把所有业界点访问完之后 也就是便利 完所有业界点位置之后 就求出了 全部业界点的代券路径 长度之后 也就是最后要求的那个wpl 那当然这个 它的这个整体 就是一个标准的 一个前序了 这是当前 或者说跟 或者说中间也可以 然后下面呢 就是看看左指数 然后看看右指数 这样 并且在左右指数 往左右指数里面访问的时候 它还都要把这个深度加1 也就是路径长度 去加上1 最终得到的 最终得到的这个wpl 那么就可以return给外面 就说这是已经求好了 这个值 最后呢 还要单独定义一个 那么大写的wpl 这个 你去调用 调用刚才我们写好的这个函数 注意是要从 DP是从0开始的 这条题是2017年的联考真题 那么在408 10年的 真题 算法 这个算法大题部分 一共出了8年的线性表 一共相当于10个 这个代码题 有8道是关于线性表的 有2道是关于数的 那么这个17年 就是考了一道 关于数的 当然 另外一道呢 是在14年出的 另外一道是在14年 也是一个关于数的 当然14和17 这两个关于数的题目 都不是特别的难 当然他的同学们 在考试的时候 在当时考的时候 普遍反映比较难于书写 这个代码比较难写 但是思路上 其实并不是特别难 都是比较 都是比较基本的 这个用地规的方法 便利 地规便利这个数 就是地规 访问 那么你就无非是三种 前中后续 前中后 这三种便利 以这三种便利为基础 那中间或多或少的 添加某些操作的语句 就是这个14和17 这两年的这个代码 我们来先看 这个17年的这道 他的任务是将一个 二差数 这个二差数上 都是操作符和操作数 那么观察一下 可以发现 所有的操作数 都是叶界点 叶界点都是操作数 那就是ABCD 那么操作符呢 都是这些非叶界点 将这棵二差数 它要转换成中坠 比较大式 他也给了例子 这两个数转换过来 就是这样的 现在让我们 把这个代码实现一下 那其实我们可以通过观察 把这个表达式 或者说这个二差数 转换成中这表达式 它所运用的应该就是一个中序便利 中序便利 那么中序便利呢 它就是左 然后跟节点 最后是右面 这就是中序便利 因为 你们看 比如说 比如说这个第一个式子 它这是 最前面是A加B 然后加个括号 那么如果采用中序的话 肯定也是先防问 左子数 这边 这个局部 出来就是A加B 它用中序值 左 跟 然后右 这就是A加B 当然 它跟这个直接输出的区别 就是加了一个括号 加了一个括号 然后呢 这个称号呢 是跟节点的这个称号 因为访问完 左子数 就访问跟节点 把这个称号弄出来 接下来是这个局部 那这个局部呢 它 也是添加了一些括号 好呢 知道了它的这个 便利的顺序 我们应该按照中序便利 所以说 就是如果之后 再遇到408的真体中 出现了关于数的题 包括14年那个题 14年那个题 应该是一个前序便利 17年这个呢 是一个中序便利 说不定下一次出 比如说 比如说19年出了 这就有可能 是考个后续便利 所以 当然也不一定 也不一定 这是一种预测 就是如果之后 再出了408的 408的这个真体中 出现了 让你 算法代码题 写数的 那么我们首先还是考虑 这三种便利 看看哪种便利的这个顺序 能够 达到它要 实现的这个目的 那么就把这个便利的 母板 然后回忆出来 并且在其中 添加上一些 比如这个题 就需要添加一些括号 那我们观察之后 发现 这个括号在哪些位置加呢 首先 操作数本身是不加括号的 这个A B 这些都它都没有括号 这里这个D 加括号是因为前面有个负号 相当于零减低 这个负低相当于零减低 这是这样过来 当然这个零它并没有 这是空的 就没有这个零 相当于直接负低 操作数本身不加括号 并且 最外层的这个运算 没有加括号 那就是 以 根接点 那个操作符 为核心的运算 它没有加括号 最外层没有括号 之后的 其他的所有局部的运算 都是要加上括号的 好 那我们知道了这两点 知道了 它是按照中序便利的 知道了 它在哪些位置 该加括号 哪些位置 不该加括号 那我们就 有了这个 指导体的思路了 好 那来看 它的代码实现 这里上面 第一个函数 第一个函数 先 可以先不用看 它就是一个调用 它主体部分 还是这个 还是下面这个函数 那么这个函数呢 它 传进来的 有一个书根 root 还有一个深度 这个深度 deep 也就是表示层数 它主要就是为了 记录当前访问的 当前这个操作符 或者说 就当前便利到的 它在第几层了 那如果是第一层 那因为刚才 我们看这个调用 这里它直接 跟进点 它认为是第一层 如果是第一层 那么不加括号 因为刚才我们分析 第一层是不加括号 如果deep大于1的话 也就是说 层数 大于1 在第二层 即以下的 那么就需要 对这个 预算进行 加上括号的操作 好 那里面 整体而言 是一个中序便利 那中序便利 肯定上来 也是先判断 这个它是不是空 如果是空的话 return 不空的话 继续往下执行 好 那这里 就需要 涉及到加括号的问题了 那这里 这个第二 这个第二个if呢 它就是在看 是不是 夜节点 它是不是夜节点 如果是夜节点的话 那么它的 左右都是空 夜节点 刚才我们说 一定是操作数 那对于操作数而言 不需要加括号 直接输出就可以了 直接 把这个操作数打印出来 那就完成了 那如果 iose iose说明它不是操作数 那它不是操作数 也就是不是夜节点 那么它一定是操作服 对于操作服 它所主导的这一层运算 那就有可能需要加括号 什么样 什么样的情况 加括号呢 就是这个 层数大于1 刚才说 层数大于1 它就加括号 那我们 肯定是先 打印左括号 最后再打印这个右括号 中间呢 就是一个 非常标准的中序便利 左子数 然后 当前的这个根节点 然后右子数 其中对根节点 那个访问呢 就是把它print出来 把它打印出来 把这个操作服打印出来 然后 访问左右的时候 注意把这个层数加1 这样 就 完成了这个 一棵二叉树 一棵带有 这个操作服 操作数的二叉树 转换成中序便利 给他式的这么一个代码 当然最后 要写出一个函数 来把它调用 最后 我们如果想利用的话 那么就直接 调用这个函数 它里面自然会调用它 这样就完成了我们 这个操作 所以 碰到408中出现了数的题 我们首先考虑的就是前中后续的便利 而且是要用地规形式的 看看能不能 在三种 以三种便利 为基础的情况下 加上一些语句 让它 形成我们最后 想要达到的那个目标 再小题 现在让我们设计一个算法 在这个采用二叉链 存住结构的二叉树中 求 前序便利 我们可以以dk个节点的值 当然它告诉我们这个k呢 是一定会存在的 就是一定合法的这么一个k 它是大一等于1 小一等于总的节点个数的 好那这道题 其实来讲 它主要考的就是这个前序便利 它只是加了一个这个 比如说你设置一个技术器 kont也好 或者设置一个i也好 让它数到dk个的时候 然后把 相应的那个节点输出出来 当然这里面 它还是存在着一个判断的问题 就是你需要去判断 这个节点 dk个节点 它是处在 相对于 比如这个数 这是它的根节点 然后这是左子数 这是右子数 鉴于它的 这个序列的 它的表示方式呢 在我们这道题里面 认为是空节点 我们认为它是以这个 警号来结束的 也就是说 遇到空间点的时候 需要返回一个警号 所以其实这个dk个点 它是在左子数 还是右子数上 这个需要我们去判断一下 比普通的这个前序便利 还是要多一些步骤的 好那我们来看这个代码 首先这是一个 印的i 它就是技术器了 当i走到k的时候 就会return 那个节点的值 我们看这个 函数里面的 i等于k if i等于k 然后return这个值 这就是一个出口 这是一个出口 当然上面这也是一个出口 就是如果你遇到空间点了 比如说进来 第一次进来就是空间点 那说明它是一个空数 这一棵空数当然了 这道题中它不存在空数的情况 因为它已经说了 节点个数大于等于1 所以说肯定不是空数 因为这里呢 它只是说遇到空数 也就是说遇到叶子节点 再往下访问的时候 你看一个叶子节点 它没有孩子了 那么它如果再往下递归的时候 就会遇到这个数 当前访问的这个b节点 没空的情况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要return一个警号 这么一个字符出来 以便于我们一会儿去对它进行判断 看看它是在左子数还是右子数 那因此这个警号的作用呢 就是用来判断左还是右的 当然它也就是一个出口 它也就是一个出口 好 然后前面两个出口都没有踩中条件 也就是没有满足出口的这个条件 那我们就只能往下进行 往下进行 首先是要把这个基础器给加1 处置是1 然后往下进行的时候 也要把它自加1 然后呢 这里我们定义的这个字符 这个ch它就是character形的 就是这个字符类型的 那让这个ch去等于 我们去递归它的左子数 然后在这个b节点的左子数中去寻找 当然同时你要把这个key穿进去 记得它是题目要求找dk个节点 然后这个返回的这个值呢 返回这个值 要么返回这个data值 要么返回警号 如果返回警号的话 这里看啊 如果 如果它不是警号 如果不是警号 那就说明是这个data值 那么这就可以 直接return这个ch 因为说明已经 已经找到了i等于k的这一步 找到i等于k的这一步 因此到这里 如果 如果这一步c是出来的 发现它不是警号 那么就直接结束 我们就在 就在左子数中 就在左子数中 找到了答案 那 如果说它是警号的话呢 你就是else 这里相当于加一句else 如果这个c是它现在示警号了 说明 左子数 找 找到了空的节点 还没有达到i等于k 只是找到了空的节点 这是在左子数中的情况 那说明只能在右子数中 因此 我们要去判断b的右子数 所以说这里 已经藏着一个else 就是跟这个if相对的 这个else 可以省略的原因 就是因为上面if里面 它就是用return直接给结束掉 所以这个iose可以不用写 如果写上的话呢 含义会更加明确一些 当然不写也是正确的 好 所以这样最后 return这个c是 如果到这一步 出来的 那就说明在 在这个局部来讲 相对于我们这个b点来讲 它在右子数上 好 因此这条题 总体而言 还是主要考察这个 前序便利 我们对前序便利的这个 便利顺序 还是应该要 了然于心 首先这个 前序便利 这个地规的母版 必须要 保证能写对 然后之后呢 添加的这些 添加的这些内容 也要 学会应用 在不同的提醒中 对前序便利进行不同的修改 那就有可能会 考察到这些点 好 那这条题就 这条题目 现在要求我们 用一个算法来完成下面的这个任务 那就是 删去所有的元素值为x的节点 要删去这个节点本身 并且还要删去它的左右指数 也就是说 对于一个节点 如果它的值是x 那么我们要把它的 这一个 这一个局部 整个都给移出去 都给删除掉 好 那这样一个算法 首先我们想到 对于这个局部的处理 就如果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了某一个 x节点的话 要删除以它为根的指数 那么 我们肯定是要先把它的下面 就是先把它的这个左右孩子两个都给删除掉 这样的话 x这个节点就变成了叶子节点 这个时候呢 再把叶子节点给释放掉 那就把这个局部处理完了 所以先删除左右孩子 再删除本身 这就我们很容易想到用后续便利 因此 这样一个 删除 删除这个 这个局部 的这个小模板 或者说小函数是非常好写的 那么你只需要判断 如果它是这个BT 就是这个局部的这个竖根 它如果是有意义的 如果是存在的 那就删除左面 删除右面 然后最后把自己给free掉 当然上面这两个 删除左删除右 你也可以叼换顺序 你可以先删除右 后删除左 这无所谓 不用非要严格按照后续 只是因为后续这个咱们比较常用 所以还是推荐大家 按照这种这种方式来写 你写成写成这个写成这个也没有问题 也是正确的 好 那现在我们完成了一部分内容 那就是对于 如果现在已经找到了这么一个值为x节点 我们现在能够把它本身给free掉 并且把他的指数都给处理掉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现在能找到这么一个节点的话 我们就可以 完成删除他的任务 那现在的问题就是 他要求在数中把每一个这样的节点都给清除掉 那因此我们下面要做的就是 用便利 当然这里采用的一个是层次便利 来找到x的负节点 这样的话 因为我们是要把x的这个指数 比如说这是x的负节点 比如说他叫做y 那么他呢如果这个孩子是x的话 我们知道要把这个局部都给删除掉 这样y的 y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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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孩子指振 就应该给复制成空 所以你要删除这个局部 不能说从s指删除 你要先找到他的负节点 找到他的双亲节点 才能 比较完整的把这件事处理清楚 当然这里 我们采用层次便利的原因呢 就是因为层次便利是严格按照 先第一层然后第二层第三层这样 所以 如果说 有若干个x的 若干个x这种的 那我们处理完最上面的一层的那个下面 也就不需要多虑了 他就跟着一起处理掉了 因此说采用层次便利 这是一种比较适合这条题的做法 那层次便利呢 这里 就还是用到了我们非常熟悉的这个对列 对列 然后 层次便利 这个 在前面之前的 很多题中也讲到了 许多次 这个应用呢 是408中好像 408考过两年的这个数 14年和17年 他们都考的是前中后续的 地规便利 关于这个 用对列 进行层次便利 还没有考过 所以这个应该引起大家的注意 如果他要考的话 就需要我们能够快速熟练的把它写出来 好 那来看 这个代码 这个代码 我们就把它命名为search 意思就是 要去寻找 找到那些 负界点 就是x 直为x的负界点 并且里面会运用到 刚才我们 这儿所写的这个 delay的函数 把它的 x 作为根的这个指数 处理掉 好 那这里 首先 初始化这么一个对列 那这个对列呢 也就是一会用于层次便利的 如果说bt是有意义的 bt是存在的话 那么我们就可以往下进行 当然这里你也可以减成如果bt 如果bt 如果bt是微空 你可以写return 因为这是wide 所以return 后面不需要加东西 不需要return 就是一个return就可以了 这样写的话呢 就是显得 把出口 我们说这个 把出口 写在最前面 就显得结构更简洁一些 你看如果 像他这种 按照正面写法 就是看他 如果有意义 进入到这个f中 进入到这个if中 那他这个if 就这么长 就显得 多少略显臃肿 因为你这么长的一块 里面的这些内容 这里面的这些 都是要采取缩进的 所以说 还是更推荐大家把这种 if return 这种 这种形式呢 写在前面 这样会 你省去这些缩进 然后显得也 比较清晰 比较有条理 出口条件 非常一目了然 好 那我们来看 这是 如果说 如果我们这个树根 它的 值 就是x的话 那就 很好说了 那就整颗树都删除掉 整颗树 从根开始delay的掉 然后就结束 当然这个 这个exist0呢 这里就是说 直接结束整个程序 exist0是直接结束整个程序 其实 也可以用return return的话就是结束这个函数 因为exist0就是 就是把 包括min 还说在内的 直接程序都结束掉了 但是我们 写算法的时候也设计不到min 所以 一个return 把当前的 函数 结束掉 其实就够了 所以写出return也可以 好 那这个if过后 这个if过后 实际上 后面就是else的 if if说如果 跟隙点的值是x else里面就说 跟隙点不是x 那就需要去 在这个数中 去用层次便利的方式 找到 所有x的负借点 应该说 所有x的负借点 好 然后 当然这是 就是 初始化 这个对列 然后呢 把跟隙点入对 然后下面就是我们 比较熟悉的 应该比较熟悉的这个 层次便利的 模板 或者说一个常规套路 那是while对列 飞空的时候 while飞空的时候 就一直在while中循环 然后 第一下 出对 那就是把刚才的这个 跟隙点 第一个进去的 就是这个数的跟隙点 或者叫整个的数根 把这个整个数根 第一个数 就是整个数的这个 这个跟隙点 给出对 出对 然后判断一下 看看 有没有左孩子 如果左孩子 或者左子数 非空的话 那就看看你的左子数 的值是不是x 如果是 好 那用我们刚才前面 写的delete反数 给delete掉 那这样的话呢 相当于 我们找到了 找到了这个x的负解点 我们并且这个负解点 是现在用p来表示的 p指向负解点 然后他的 left child 就是左孩子呢 我们对他进行判断 那是不是 他是不是 是x 他如果是x 他如果是x 那就把他 这棵树 给处理掉 同时让p的 左孩子指针 悬空 把它弄成now 反正这else呢 else呢 else就是说 左孩子 的值不是 或者是左子数的数根的值 他不是x 不是x 那你就 留着了 留着 把你入对就可以了 接下来 这个对于右孩子判断 也是完全一样的 如果你右面是x 那就 删除掉右 右子数 然后呢 把向右的这个指针 制空 同时 一个else 如果你不是x的话 那就 留着 把你入对 这样 最后 while 这个循环 执行完之后 那么我们找到的 所有x的负界点 就 所有x的负界点 就都给处理完毕了 那么x 以x为根界点的那个子数 删除掉 然后呢 负界点对应的 要么是指向左面的 要么是指向右面的 或者是左右都指向的 如果两面都是x 那就左右都指向 都给置为空了 所有被删除的那个x的位置 都给置为空了 这样 就完成了这条题的 一个算法要求 那我们来看它的 前面那个delete函数 delete函数 这还只是作为我们 一个相当于一个工具 写了 这是完成了一个部分内容 你要整体的内容来讲 还是重点考察这个层次便利 来找到x的负界点 这就是采用对列的方式 好 那这条题呢 就 这条题目现在说 在二刀数中 如果现在我们知道了 有一个 值为x的节点 要求 找到 x的节点的所有祖先 那换句话说 也就是从这个树的树根 从root 一直到x的 x的负界点 或者说x的双清界点 这中间呢 这一系列的一串下来 都要输出 都要打印出来 并且告诉我们 x的负界点值 不多于一个 它有可能是为空 当然也就是说 有可能这个x是不存在的 不存在 有可能是不存在 其实 这条题 我们 王道 书上的那种代码 那种方法 采用的是一个 非地规的 用 好像是用站 来实现的 那这里呢 我们 因为在 考研的 试试中 对地规的考察 还是比较 凸显的 因为数本身 你如果写上 非地规的话 它可能代码上 稍微繁琐一些 所以考场上 如果 不是 题目没有明确要求 必须要用非地规的 我们还是 一般推荐大家 用地规 地规呢 代码写起来 思维量 难度上小一些 然后它的 代码 行数上 也少一些 就对于我们手写而言 非地规 是比较 耗时耗力的 好 那来看这个 地规 地规 我们这里 初始化一个 初始化一个站 因为 当然 你可以 也可以不用站 这个站呢 我们只是为了让它 输出的顺序 是从根界点 一直到向下 是到X的上面的这个节点 从根界点 这样一直向下 输出这几个 我们这个 stack 这个站的目的呢 是让它 这样 正序的 从上到下 顺序的输出 如果你不用stack 这里面直接就print出来的话 它是个倒序 它是从下往上 输出的 而这条题呢 因为是我们王道 自己的习体 它没有明确的要求 你是要输出的顺序 因此 不用站也是可以的 好 那 这个 代码 这个函数 我们就命名为unsetter 那就是祖先的意思 找到X的所有祖先 好 还是一上来 出口 一上来两个出口 这第一个出口就是说 如果 这根节点 或者说 这个 竖根 它是不存在的 那你就 return false 那这个 这个函数就直接结束了 这个 这个数都是空的 这些东西 讨论的这些 X节点啊 什么祖先的都没有意义 或者说 如果不是第一次进来的话 如果不是第一次进来 因为这个我们需要用到的是 一会会递归 递归他自己 反正你如果 不是第一次进来的话 那 他 return false 向 向外返回的 向外返回的这个信号 就是说 一个false 那是 这条路行不通 那我就只能return false 走到这不满足条件 因为你这个 当前你便利到空的节点了 那说明这一路上 你还没有 你还没有碰到X 而这里 下面的这个 这个出口就是成功的出口 这是一个成功的出口 他找到了 X这个节点 你就要向外return一个true的信号 一会儿迪归的时候 这个true还是有用的 那这两个出口过后呢 如果说 当前我便利到这个节点 只是一个很普通的节点 他既非空 又非X 那就是说他只是一个普通的中间节点 那我们就 用这个帝归的方式看看他 他的左孩子里面有没有X 他的右孩子 这个右子数上有没有X 如果 这是一个或的条件 如果这两边中 任一边 找到了X了 那就说明当前我们便利到的这个节点 当前我们便利到的这个root 它是X的组线之一 众多组线之一 那因此 我们这个时候就要把 当前的这个节点给压入站 留着一会儿要print出来 然后呢 并且要向 再向上一层 因为这一层 我们走到这儿 或者说走到这一层的这个ancitor 也是用上一层调用出来的 所以你还是要向外return一个true的信号 表示 我这里往下找 能找到X 往上return一个正确的 返回一个成功的信号 那么如果说 这个义符不成立的话 也就是说 也就是else了 这里就是else 这个义符呢 是说 左子数 或者右子数上有X 那么它的反面呢 也就是else 说明左右子数 上都没有X 那就说明 你这个中间节点 它就是一个酱油节点 没有任何用 它也不是X的组线 那就向上 向上一层 return一个false的信号 就像我们那个出口这样 出口这 return false 这里成功的出口 return true 这是成功的一个 也是return true 那最终 这样写完之后 当然 还没有把 值给print出来 没有把这些组线都给print出来 我们还需要 对这个站 对这个站 进行pop 这个操作 然后当然 你可以用print 或者是cout 把这个值给输出出来 还有这样输出来的 因为你是相当于找到了最里层 这是root 然后下面的这一系列 比如这是X 你找到了X的双亲节点 把它给压入了站底 而这儿呢 是站顶 所以你如果用这个站 进行pop的话 再输出 那就是从 上到下 从根节点 一直到下面的X的 双亲节点 这样来进行输出的 如果这里面 这里面 这句话 直接替换成cout 直接cout 这个 直接cout这个data 这个值的话 那就是刚才那种 从下 往上输出的 好 那这条题就将 题目 现在要求设计一个算法来判断两颗二刹树是否相似 当然它后面给出了 关于两颗树 两颗二刹树相似的定义 那么我们看一下 它这里定义的相似就是 如果两个树都是空的 或者都只有一个跟节点 那它就是相似的 或者是 它们的 左指数相似 然后它们的右指数也是相似的 左右指数分别相似 那么它也就是一颗 也就是两颗这个相似的二刹树 因此 看到这种 左指数 然后以及右指数的这种 让我们很容易联想到 地规的求解方法 那这里我们 把这个 相似的 就是判断 判断它是否相似的 我们整体来讲 划分成 三种情况 划分成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 就是两个都为空 这肯定是相似 第二种情况 就是 一个空 另外一个不空 那就是 不相似 那第三种情况 就是 都不满足A和B的情况下 进入到第三种情况 去看 它的 左孩子 就像 提干中最后一句话说的 去分别判断一下 它们的左指数 是否相似 也要判断一下 它们的右指数 是否相似 那这个 把上面的这些话呢 给它 翻译成代码 也就是我们这条题的 最终的算法 程序部分 我们这个 这个 函数名 叫做similar 看它是不是相似 按这里 它还是用int 我们说也可以用bore类型 bore类型 bore类型 这就是可以的 因为bore类型 bore类型 它就是直接 处或者false 或者说0 0和1 那么它表示 处对应的1 false对应的0 它表示就是 正确或者错误 好 当然 这里 定义的这两个量 就是 left similar 以及right similar 就是左右指数 是不是相似的 当然它用的是int 也可以用bore类型 只要要求保证 这两处统一的就可以了 因为一会儿 在下面 你用这个 调用这个函数 返回参数 给这个变量的时候 要保持它们两个是一致的 那么好 首先看第一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 如果两个数都是空的 那很显然 这是相似的return1 向外返回一个 是相似的 正确的这么一个信号 那么第二种情况 刚才我们说第二种情况 就是只有一个为空 另外一个不为空 那么这里它用了一个货 当然这个货 是因为是在不满足 是在不满足第一种情况的基础上 它采用的一个货 这个货呢 它就是真的是 是是是是真的那种 我们理解的那种货者的关系了 那这两个它只能满足一个 只满足其中一个 因为它如果两个都满足的话 那在上面这一步 就已经给return1了 它就执行不到这一局 它是因为上面 两个不全是空的 才会到这一局 到这一局呢 发现这个货既然满足了 那就说明其中一个空 其中一个非空 return0 return0 向外返回一个 这么一个不相似的信号 最后一种情况 最后一种情况 两个都非空了 最后再到这ils的时候 就是两个非空 因为第一种情况就是 两空 第二种情况是一空 第三种情况显然就是零空 零空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看它 按照提杆中最后一句话的要求来 看看它们的左指数 是不是 相似的 然后看看U指数 是不是相似的 最后要return出来的就是一个 左右 求与 或者说 求and的 这么一个操作 也就是说 必须是 两个均 为一 才是一 如果有其中一个零 或者两个都是零 那就说明不相似 说明它是返回零的 因为它要求左右指数 必须要分别相似 才可以 必须是两个都为一 然后向外return一个正确的 这么一个信号 好 那这道题 也是不是特别困难 我们只要想明白 这么若干的其中 就是 分中三种情况 第一种就是 两个数都为空 第二种就是 其中只有其中一个为空 第三种就是两个都非空 那么就去 递规判断它们的左右指数 看看是不是分别相似的 好 那这道题就讲究 这道题 是 对 这道题 是 这道题 是 这道题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